2021开春第一期 必须要来点劲爆的 今天带大家看一台特别特别稀有的车 大家看我身边这台C7 已经非常稀有了 国内只有100多台 但是今天来的这台车 是他的前辈 科尔维特C6 在国内更为稀有 这台车最近被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买下来了 我这朋友也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 年纪轻轻只有20岁 已经是三台法拉利的车主 并且同时是R35 GTR 和暴改易暴的车主 那么他上回看我开这台C7 在京港跑出了一个1分13秒51的成绩 非常非常快 震惊到了他 于是他看北京现在有一台车员 他就立马把他那台599 GTB给卖了 然后买入了那台C6 并且扬言要把我的C7的成绩给破掉 他要开始做京港的科尔维特圈速之王 那么他的这台车呢 目前在改装场里面进行大范围的改装 我们今天呢就敲摸摸摸的先偷过去看一看 他那台车到底改装成什么样 简单介绍一下这车到底改了什么东西 跟原厂有什么不同的地理 这车我买它就是因为它是在美国改好的 就发动机的中缸啊 然后CNC的中缸 然后整个发动机都重新做过 然后具体它有多少匹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 没拉过马力机 你觉得有多少匹 保守点说600左右 它还换了高突 就整个配器那块都重新做的 人家网上都传这车都1000多匹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那有点扯 不会那么夸张 对我觉得扯 但是我觉得美国车其实突出的不是马力 而是扭矩 尤其是低扭 这车2000转就滑了 我那车一样 它这个前轮 大家看一下 295的前轮 325的后轮 这是以什么数据 真的 4的后轮 装在这车前轮上 这个孔就是C6的刹车通风的孔 它的原车主是美国的一哥们 他在美国就非常赛化的进行改装了 加装了防滚架 我第一次进这个车的时候 脑袋就砰 就被防滚架撞了一下 主驾驶的座椅 现在已经换成了赛车的那个座椅了 副驾驶还是原厂的 然后这台车我哥们买的时候 公里数特低 只有5000公里 这台C6的整体的内饰 跟我C7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非常的老气 哇 你看 这就是C6的做工的水平吗 三 二 一 开始 你这啥情况啊 明天要跟我比圈速呢 点火都点不着了 哈哈哈哈 不行啊 这质量水平跟C7不在一起打测 让你点个火让我们听个响都不行 就这 还想跟我C7斗 总结一下 这台车究竟改装了哪些项目呢 一 大尺寸轮胎 二 前六后四的刹车 三 更粗的防清杆离子串 四 发动机扩缸 据说从6.2扩缸到了7.4 马力究竟有多大呢 谁也不知道 据说有上千匹 但实际上我们猜测应该是只有五六百匹左右 五 变速箱强化 六 全车防滚架 七 赛车同意 那么 这台经过如此大范围改装的科尔维特C6 究竟能不能在赛道上刷掉我那台科尔维特C7 之前保持的1分13秒51的成绩呢 让我们明天拭目以待吧 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上午我睡过头了 然后车主上午已经在京港飞驰了两节了 那我们来采访一下 今天上午你跑的最快的圈速是多少 最快才1分20 1分20点几 20.61 稍微慢了点 但是我觉得符合你的水平吧 照理来说不应该是这个圈子 肯定是哪出了问题 你跟我说说这车你上午感觉有什么缺点 就是缺点就三点 变速箱的升降档反应太慢了 基本上你在入弯降档之后 你可能已经到弯芯了 这档才降下去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直线刹车的话 这个车你根本就用不上发动机的制动 对吧 就深靠刹车硬刹 那你第二个问题 暂热的问题 暂热就是油温跑了两三圈 就奔着三圈多华氏入水 换算摄氏度一段 大概六七吧 这么高吗 我也靠 但它水温不高 水温就220华氏度 大概和这100多一点应该是 其实还有一点的ESP 你ESP也没关 你知道你没关ESP会出现什么问题吗 就出弯给不上油 对不仅仅出弯给不上油 是你入弯的时候 你速度如果稍微快一点 它直接会介入 然后会切断你的动力 你的车身会剧烈的扭一下 所以就会磕到这个 这个桿子上 然后你在出弯的时候 你车身如果没拉直之前 它都给不上油 所以你得把ESP关了 先把它压放 ESP关了 下午试两圈 我觉得这车应该很快 我告诉你随便能快好几秒 真的 你信我 对啊 就你这车目前的条件 不跑了1分11 你都对不起这车 反正1分15你就请还得拉 行 没问题 我觉得可以 就今天晚上这顿饭了 行 没问题 就这么定了 OK 我操 挺猛的 没有你说的那么弱好吗 哇 这个车的机械抓地力很好 对啊 嗯 但是怎么追不上飞度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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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槽 做富家肥恐怖你知道吗 行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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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失控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事后总结了一下 是因为车子的ESP开着开着自己主动关闭了 其实车主在下赛道之前根本就没有关ESP 因为他第一次开这么大马力的车下赛道心里没底 所以没敢关ESP 但这车跑着跑着自己就关了ESP 而车主还以为车子有ESP因此驾驶风格十分大胆 以非常快的速度冲进高速弯开油也完全没有循序渐进 在弯中就直接一脚油闷到底导致后轮瞬间失去了抓地力 而没有了ESP的介入车子就直接奔着墙去了 幸好车主反应还够快果断反打让车头躲开了墙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了 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而至于这车的ESP为什么会自己开着开着就关了 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猜测有可能是因为发动机或者变速箱过热导致ESP电子元件失灵了 但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不得而知了 我猜测 我猜测 奔着墙就去了你给甩回来了 我猜测 升跑出来 先散个热 先散个热 这一天反正没成绩了 我跟你讲一讲 这个就车可不可以 别丢人了 待会再出了 这个要宽摩 2 走 好 在大宇那儿差点就10 19了吧 是不是快了 还是得带人 说这缺带人比没带人快吧 这一车就应该开一圈跑了 三热两圈 三热三热 它是好好撞的 牛逼 牛逼 有 走 吃哪儿啊 啊 你去哪儿 我的商向打死人了 啊 刚才我的商向打不过去 卧槽 我以为你干嘛呢 不是 我的方向卡死了 打不过去 然后我就直接躲他了 问题不大 有意识的不错控 什么感想 不是 方向机有点不稳定 他自己在弯里熄火了 然后没有助力了 我说你刚才入一号完也不算快 为什么会直接冲进沙子堆啊 我杀得很慢了 但是在我叫果然马上出弯的时候 这车直接熄火了 我方向打不动 我说呢 然后我就说 与其这样失控 我还不如就保持这个角度 直接冲进火中区 没错没错 方向盘 冲进 如果你要冲进沙子堆的话 最好是方向盘打直的 对 而且其实没事 冲进沙子堆没事 关键我后面还有一车 我要是在那儿失控了 再把它扫了 不合适 行 行 慢慢来吧 那还挺有决道的 挺有武德的啊 素质极高 走下来 冲个烟 冲进去 牛逼 这次科尔维特C6 冲进狗粮堆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车主驾驶失误 或者车子出现了重大故障 而是因为车子没油了 所以在过弯的时候 油箱里的油 因为剂值的影响 没有被吸上 因此呢 提前就熄火了 一熄火 刹车助力 转向助力全都没了 所以刹车也踩不下去 转向也转不过去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车子 冲进砂石堆里 我第一感觉是 我操大哥你让车 让得这么礼貌吗 居然让进砂石堆里了 上回我做巴马M4 M4爆胎了 这回我做这台C6 C6冲进砂石堆了 从此江湖人送外号 护驾杀手 以后谁还敢让我做护驾 你真的是一名勇士 刚冲进砂石堆 然后又上去干了鞋 你知道 试一下车没问题 就太热了 可以加个油冷 你赶紧换吧 我觉得你这车把油冷换了 这车绝对不慢 我觉得这车很快 它卖酒性太大了 这台科尔维特C6 之所以圈速这么慢 除了车主因为长时间 没下过赛道 手略为伸数之外 更重要的几个原因 我们找到了原车主 得到了答案 首先这车当初的改装路子 其实就没按赛道圈速方向走 而是走的直线加速的路线 这台车变速箱做过专门的强化 大力鼓更换了名叫Circle D的大力鼓 这个大力鼓可以憋更高的转锁 用于弹射起步 但带来的缺陷就是热量特别大 因此是专门为了直线加速而量身打造的 根本不适合跑赛道 其次这台车改装思路非常的混乱 变速箱强化成了直线加速风格 但后期车主可能又想有点接车跟赛道兼顾的意思 所以他什么都想要 但到最后呢 反而什么都没做好 第三 这台车散热非常的差 可能是因为在直线加速赛事里 因为车子跑不了多久就一定会停下来 所以对散热的需求不大 这么说吧 几乎所有专攻直线加速赛事的车 赛道圈速通常都非常一般 有的甚至都跑不满一个完整的飞行圈 第四 这台车的引擎当初卖家说是7.4升 但实际排量只有7.0升 它也不是大名鼎鼎的Z06上那台7.0升 代号为LS7的发动机 而是普通C6上那台 排量为6.2的LS3发动机 通过扩缸改到了7.0 卖家当初对外说这车马力有将近1300匹 但实际这车的真实马力 原车主告诉我们 大概只有轮上470匹左右 换算成机头马力大概也就540匹左右 所以卖家当初应该是把这买家快忽悠瘸了 C6其实是一台赛道性能非常优秀的车 甚至不会比C7慢多少 所以这台车之所以表现这么差 不是在于车主不行 而是在于这辆车改装的方向错了 你拿一台专攻直线加速的车辆去跑赛道 哈密尔顿来了也快不到哪去的 因此这台车后续还想快的话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来下来接受一下采访 驾驶什么感受 驾驶这台车 很猛 但是变速箱很傻 动力很强 低扭很足 然后弯道抓地力非常nice 然后底盘我觉得数据ok 你知道我坐在副驾的感受 我坐在副驾的感受 比你要猛烈很多 就是我能感受到你每次过弯都能拉满很大的机制 我这头盔就不断的砰就往那边 扣防滚架 扣防滚架对 然后你刹车的时候就往前走 然后还有就是我坐在副驾 我都能感觉到你说的那个变速箱的问题 就带来的车身的冲击太大了 它的升档太慢降档太慢 所以你很难在一个合适的 就在弯道给它匹配一个合适的转速特别难 每次你换档不用你说 我都能感觉到 对就是它接不上动力 因为你一换档那个车身就 我觉得变速箱要好 至少3块3 4秒 每个弯都能快的半秒一秒 对 就出弯根本给不上油 因为变速箱接不上 你知道特别软心 所以目前金港克尔维特的最快圈 还是你 还是哥哥 别着急 这台车目前还是弟弟 这车还是得变速箱处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变速箱 没关系 哥哥等你 弟弟 那么OK 在这欢乐愉快的氛围当中 我们就结束今天这一次的拍摄 期待你以后来挑战我C7的全速 好吗 等我把变速箱弄吧 哈哈哈哈 好 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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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